高雷霞的海边别墅这些事终要多少钱 这电影高雷霞声中托里斯达克的别墅被称为马尔迪尼岛别墅 这座别墅位于洛杉矶附近的海边地区 是托里的住所和实验室 在这座别墅里诞生过许多知名战甲 马克2原型机就出厂至这栋豪宅的副一楼 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兵工厂 在豪宅的副四楼托里就停放了40套战甲 在电影中虽然豪宅被恐怖分子炸掉了 但内部所提放的战甲依然保存完好 在关键的时刻托里只需要激活系统 豪宅会打开地面上的钢门 40架不同型号的战甲会立即起飞奔赴战场 那么有好奇的小伙伴就要问了 这座别墅后来怎么样了 很遗憾托里并没有将它重建 他只是孤身依然来到别墅废区 在地上捡了一把生锈的螺丝刀作为纪念 最后还拉走了陪伴他10年的手臂机器人 没错就是钢链侠一中那台笨蛋机器 这时有机制的小伙伴又要问了 为什么不重建别墅呢 问就是因为有前任性 区区几千万的别墅炸了就炸了 因为托里已经在纽约买下一块地皮 并修建了一栋复仇的大厦 作为自己新的根据点 价格也不贵才200来亿